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到底有没有这么夸张呢 今天我就借到了这辆试驾车 那么全新指南者到底提升了哪些地方 七款配置中哪一款最值得入手呢 欢迎收看本期的跑店大作战 我是金安小旋风 看看这个风格 它像不像吉普 你去感受一下 有一些很明显提升精致感的细节 比如说它的门把手空调出风口 这里内饰的装饰包裹切换驾驶模式的这个按键 都运用了做工非常精细的镀铬 然后这种皮质包裹呢也是大量出现在车内的 我觉得从视觉效果上确实是提升了它的档次感 一个巨大的变化呢就是它引入了一个非常智能的车机 还有一个很聪明的语音 我们来试一下 你好吉普 嗨 请问你是单身吗 我是单身 狗粮真好吃 觉得它挺有幽默感的 你好吉普 我在 今天上证指数怎么样 上证指数今天收盘下跌了1.55点 跌幅0.05% 收于3357.74点 好的然后这个车机还是不错的吧 另外我们发现 就这款车和别的不一样的就是其他的吉普车型 它的方向盘中间都是一个圆形的logo 那么以后新的吉普的车型都会改成这个长方形的logo 这也是它的变化之一 那另外呢因为我们这一辆试驾车 刚好是顶配版本 所以说你可以在车上看到全速自适应巡航 无线充电 然后包括座椅的加热 通通这些配置通通都是有的 所以说谁再说吉普很粗糙 我就跟谁吉 坐在它的后排 你的第一感官就会发现 它的这个巨大的全景天窗 视觉效果真的非常好 开阳感很不错 然后呢它的天窗是前半段可以开启的 那另外呢你会发现它的后排的配置给的也是挺猛的 除了独立空调之外 一个USB一个Type-C 还有一个三眼的插口 包括一个点烟器 这里都是应有尽有的 那这边的中央扶手 两个杯架呢 后排的情况就是这样了 那么只能指呢和它的其他车型一样 也是分有越野版和城市版的两种外观风格的 那我们这辆四驱的顶配版本 它就是一个很明显的越野版的 你可以看到它这个七孔式的前脸都使用了熏黑的设计 那前面呢还有一个非常显眼的拖车钩 那它的离去角也相比城市版会更高一点 标志它的越野性能更强 另外它的引擎盖车身侧面 以及车尾的尾标那里都有这个Triohawk的标识 标志它有很强的越野性强大的四驱这样的 然后呢我们刚才说啊 这一代的指南者它真的变得更精致更聪明了 但同时你会发现吉普依然还是原来那个吉普 我来给你找几个小彩蛋啊 你跟着我走 实际就是这个众所周知的前挡玻璃上面有个威力丝 第二个彩蛋就是后挡玻璃这里有一条小蛇 很有趣的吧 第三个彩蛋就是打开后备箱的时候 你会发现这里有个七孔式的标志性的前脸 然后在这里呢也有一个七孔式的标志性的前脸 吉普的设计师还是挺有幽默感的 当然了驾驶乐趣和越野性能一直都是吉普的招牌卖点 所以你会发现即使指南者是一款作为吉普品牌 相对比较入门的城市SUV 它依然给到了你下面这些配置 比如说低速四驱 陡坡缓降 还有强制的全十四驱 包括五种驾驶模式的切换 你会发现吉普变了但好像也没有变 原来的那些优点依然得以了保留 好由于拍摄时间比较紧张 所以我们剩下的部分回屋接着聊 那这一次全新的指南者全系使用的是 1.3T直列四高温轮增压发动机 那我这次开的是四驱版本 匹配的就是9AT的变速箱 如果你选择的是两驱呢 就是7速干尸双离合 那这台发动机很多人忽略的点是 它使用了一个第三代Multi Air 进气门控制的一个小黑科技 那作为一台小排量发动机 我觉得它更擅长的是在中低速的工况下 给你持续不断的推背感 并且把四驱版本的工信部油耗 控制在了7.30每百公里 那我实际开下来感觉 我觉得驾驶可能 并不是指南者的一个核心的卖点吧 如果你追求性能和操控 也可以看看别的车 那我觉得群星指南者呢 它更核心的卖点应该还是内饰车机 还有配置的升级 比如说我们来对比一下价格呢 新款相比老款 它的入门版本呢 下掺了1.6万元 但是对比之下呢 你会发现新款多出了这么多配置 然后我们再来对比新款的顶配和老款的顶配 你会发现在关价一样的情况下 新款多出了这么多配置 那么我个人呢更推荐是四驱精英版 也就是四驱里面最便宜的那个版本 因为相比下一档的配置 它贵了9000元 就可以买到四驱加上9AT 那再配合全系标配的FSD 四轮独立自适应的卷阵系统 它的操控和安全性都会更好一些 那好了本期的跑店就到这里了 我是金安小旋风 我们下期再见